一名广告公司经理和一名失业汉 因为涉嫌贿赂国家能源公司的代理近10万令吉 作为不举报公司偷电的酬劳 而在今天被控上马六甲埃及的地庭 两人不认罪 案件则定在下个月过堂 根据控状 33岁的被告广告公司的经理德文信 在2021年10月6号到今年1月18号期间 共4次贿赂国家能源公司的代理 穆哈默阿米尔6万8千5百令吉 作为不举报他偷电的酬劳 而第二名被告43岁的失业汉 梁丁圣则六次贿赂穆哈默阿米尔 一共是2万7千令吉 以获取突击行动的资料 以及不对他犯下的罪行采取行动 两名被告的行为都抵触了2009年 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17之B 现役或给予贪污条文 分别被控以四项和六项的罪名 一旦罪成可被判 坐牢20年被罚款汇金的5倍或1万令吉 视合者为高 法官允许两名被告分别以1万5千和1万令吉 以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 被告必须交出国际护照 和每个月到反贪会办公室报道 案件则定5月24号过堂 想要打赛打赛